大家好,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农民发现神秘明界之花 通透白色,十分耀眼 专家说十分罕见 在四川省万元市的一茂密的山林里 当地农民在一棵荔枝树下 发现了长满一堆通体白色透明的植物 这些白色植物生长在斧叶上面 这些植物在昆暗的环境里显得十分耀眼 就像是冰雕一样 散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秘气味 那么这种植物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神秘的植物吸引了当地的专家前来考察 当专家正准备拍照片的时候 一名随行的同事突然想起了一种神秘的植物 它在小说里经常出现 那就是冥界之花 在小说里这种花是仙草 吃了可以使功力大增 同时还可以延长寿命 而这种花的香味可以令人金苏骨软 心神恍惚 武林的人利用这种花去消弥对方的武功 四川出现的这种植物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冥界之花吗 经过考察 专家辨认出这个白色透明的植物 名叫水晶兰 平时很难看见 它喜欢在海拔800至3200米 阴冷潮湿的真叶林中生长 这些山林通常人际罕至 所以这水晶兰十分罕见 而它是服务寄生植物的一员 是靠吸收服液或者是死亡生物的营养来生长 维系生命 这种植物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叶绿素 所以无法像其他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 使得这个植物金银剔透 而这个水晶兰也有药用价值 但是并没有小说里的那样神奇 这水晶兰可以用于补肺止壳 正是因为它很罕见和特别的外观 所以被很多小说作家描写成 具有秘密色彩的明界之花 大自然赋予了生命的多样性 让许多植物都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彼岸花 曼陀罗花都具有神秘的色彩 这些特别的花大家见过几种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